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一辈吉隆坡人仍心有余悸 他堪称大马一带头号大盗 原名黄瑞卿的莫达卿 出生于1951年3月3号 是我国70年代令人闻风丧胆的著名大盗 他干暗手法大胆又狠辣 输到不足一年 即干下30多宗轰动全国的罪案 令吴基阿曼和吉隆坡警方头疼不已 列为当时警方的头号通缉犯 1969年莫达卿首次干案 一年内即干下八宗罪案 但很快就被警方逮捕 被判坐牢七年 莫达卿在服刑五年后 于1974年出狱 并积极策划重出江湖 东山再起 在莫达卿干下的众多罪案中 最为轰动的要数1975年10月26号 莫达卿与同党 抢劫安邦路跑马场的借款车 超过20万令吉 此役之后 莫达卿即以恶名名闻全国 他也拥有了大批资金 购买军火 壮大其党羽及犯罪事业 恶名昭彰的莫达卿 虽然是警方的眼中钉 但对一些人 尤其是莫达卿的老家 吉隆坡以宝路一带的居民而言 莫达卿却是劫富济贫的 现代罗宾汉 莫达卿藏身该处时 当地居民便会暗中留意 是否有疑似警队暗叹的陌生人 协助莫达卿掌握警方部署 脱身逃跑 当然 警方并不认同 他劫富济贫这种说法 当时警队中负责追击莫达卿的 以吉隆坡警方特别调查主任 S.胡拉新干副警监 其洪明辉副警监为首 双方在追捕过程中 斗智斗勇 高潮迭起 精彩程度甚至可媲美 香港警匪片的剧情 胡拉新干性格刚烈 在龙市被称作 罪案克星 他曾兵刑险招 扣留莫达卿的父母兄弟 逼迫对方现身 不料因此惹怒莫达卿 莫达卿于1975年11月22号 派出数名枪手埋伏 向古拉新干连开11枪 其中一枪射中肋骨后 穿过肝脏 再擦过肺部 索性最终大难不死 上德山多中玉湖 莫达卿与四名同党在1976年2月16号 在吉隆坡以保路三条半时一间板场 中了警队埋伏 消息指出 由红明辉率领的警队精英 在当天开了至少500枚子弹 终于将身中六枪的莫达卿活行 其余同党扶出 不甘受辱的莫达卿 在狱中仍不甘寂寞 先是试图自杀三次 随后更刺伤三名狱卿 企图逃狱 但他本人也受众伤送院 被捕约五年后 莫达卿终于罪有应得 被判死刑 于1981年6月11号 被送上绞刑台 这名曾将吉隆坡 搞得翻天覆地的大道 就此丧命 结束他传奇 又罪恶的一生